我們同仁居在Barton開了一個很底端很底端的一個騎士手牌 34OFF 那這個其實是比較適合是直接蓋牌 那如果他現在籌碼打起來他選擇一個比較激進 也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的Briain Kenny S10選擇了一個跟住 那這邊是完完全全可以做一個在家住的 那我想可能有一個原因是 Briain Kenny沒有位置然後 沒有位置的狀況之下 那手上的籌碼又稍微比較深 所以他就試著想要控制底池 用一些有價值的牌選擇平根 Tony G中了一個3 是做了一個價值下注嗎? 因為Briain Kenny在連續check三次的狀況之下 他很可能會有全K之類的牌 所以我覺得這邊很可能會主要用S-High 2P 這個Briain Kenny感覺這個臉有點上頭了 就算了 就算了 Briain Kenny Wired Briain Kenny Wired Briain Kenny Wired 好 我們的Cross這邊選擇把2-2蓋掉 然後面對彈圈比較前面位置的加注2-2其實就真的蠻邊緣的 好 有人在問我說什麼叫做3-B-55策略 其實這個3-B-55策略 所以是個概念 那 也不知道 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名字啦 也好像沒聽過這樣講過 所以我覺得3-B-55策略就是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概念 就是每位置 會假設他 甲組的一個範圍 就像我們假設 莊架位會加注50%的吸石手牌 所以我在小蠻 我要3-B他的話 我就會用25%的牌去3-B 那換個角度來講 我在裝位置的時候被小蠻3-B的時候 那他用25的話去3-B 我就會用12.5%去4-B 然後如果我是小蠻的話 我可以用6%左右 5%的牌去5-B-O-In 我意思是說就是一半一半的策略 就是我3-B的話我要用你的範圍的 一半的強度 就假設你一開50% 我覺得用25%會3-B 那這只是一個概念 然後存在你的腦子裡面 讓你知道你可以這麼做 可是 你在選擇有一些狀況的時候 你不一定是真的要3-B 你可以25%的牌 你也可以用跟的 你也不一定真的要3-B 用跟的下來打 也是一個非常正EV的策略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需要懂非常多的知識 而在比賽的期間 在看當下的狀況 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方式來做 好 我們回到場上 我們的彈瑄跟我們的Divorce 現在 雙方都沒有擊中 那彈瑄確認一下 手上有沒有黑桃圈 在一個只有Gasha的狀況之下 他會再選擇下注嗎 那這一把是 彈瑄在槍口位選擇 下注4萬3 而Divorce在忙住選擇了抵抗 那Divorce現在有一個雙頭卡順 還帶一張黑桃 那他的轉牌過牌 我相信他應該會繼續的跟下去 呃... 後手也還蠻多可以 蠻多籌碼 那彈瑄在轉牌下注了4個大忙左右 好 Divorce選擇了跟注 那他還是有30%的勝率 那彈瑄其實這把被跟他應該也覺得蠻不舒服的 這邊應該雙方都會Check 有一個勾 都有一些開牌的價值 好這把我們彈瑄收下一個20萬的底持 那這把牌翻牌的時候 彈瑄下注3萬6Divorce選擇 用一個卡順來跟 籌碼都蠻深的 那也剛好輸了一個Kicker 呃...其實也不會說損失很大 大概是損失了10個BB左右 那Brian Kenney是一個 呃... 他知道數學 然後很有天分的一個天才型的選手 可是他覺得 完全靠數學打法 打法是沒有這麼靠譜的 所以很多時候他會比較有 有傾向於要相信他的感絕派打法 我們彈瑄加注了5萬 在...呃...四人桌就是我們的... Button 右邊的位置 那其實你看這一把的這個範圍 我們可以回到我們剛剛... 呃...大家有看到 在...呃... 結果他的A8贏了 所以A8去3B 再Button去3B 去3B...呃... Cut off是一個非常合理的一個範圍 那這邊Devoss有一個A4銅花 想一想選擇蓋盤 我們的Vergusen也把55蓋掉 那這邊有點意思的是 我覺得彈瑄的77 是可以選擇4B all-in的 那...為什麼可以4B all-in呢? 還記得我們剛剛有聊到的 3B55策略嗎? 那...大家... 大家先來猜猜77 大概是多強的騎士手牌 好...彈瑄選擇跟住 大家記住這把牌 大家先...我等大家聊天室回一下 77...大家猜一下 大概77是多強的手牌強度 為什麼說他可以4B all-in 好...這把彈瑄中了一個... 第三條 所以這個77 我來等大家的回覆 那我們的彈瑄中了一個3條 而我們Briant Kenny有一個雙龍順的機會 那我覺得...如果我是Briant Kenny啊 我會比較傾向於這邊做了一個check 或是直接O-in 有點偏機啦 因為...因為這邊... 啊...他直接O-in 好被哏 對啊 可是...就算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 嗯...Briant Kenny還是有25%的勝率 對啊...我覺得這邊check是不錯 那或者...當然我覺得可以... 第二條路就直接O-in 因為...畢竟雙頭順嘛 那我之所以會選的check 是因為我覺得這邊集中了很多... 呃...彈瑄的一些範圍 那我們現在...我們的Briant Kenny勝率 提升到30%左右 頂住了...我們彈瑄...Double up 彈瑄翻倍了 彈瑄剛剛的一個3條... 有一個很大的翻倍 讓他現在籌碼變得...蠻健康的 剛剛一度籌碼跌到100萬以下 現在應該有160萬左右 我們的Workson是幾度載傳之後 又跟彈瑄做到了上下家 是 保持著130萬的籌碼量 呃...我們的...人數呢 也從79人達到現在... 從今天24人開始 已經掉了3分之1 剩下16個人 正正好好掉了3分之1 好...坦瑄 這邊有一個... A10 off 是一個... 五人桌 五人桌 有可能會選擇做一個3B 他如果這裡再繼續做3B的話 就真的是... 又是一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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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跟觀眾講 我剛剛講的3B55策略 就是... 呃... 55原則嘛 就是... 你看我們的... Vergason Open的範圍 大概是一個... 25左右 所以彈瑄可以用10%左右的牌去做3B 所以呢... 他做3B呢 所以... 我們的Tonin G用5%的牌去做O-In 然後... Brian Kane用3%的牌去做O-In 所以你們可以發現其實... 他的範圍就是從... 呃... 一半一半一半的在減少 就從... 呃... 然後... 10... 12.5 然後... 可能是5%以下 然後再3%以下 那彈瑄在這邊沒有1%的牌 不用跟了嘛 所以彈瑄的S10也只能蓋牌 那... 唯一能... 考慮要跟的... 的原因 就是... 死嫌非常的多 然後... 彈瑄他現在手上有170萬的籌碼 他只要... 補上大概40萬左右 可以贏到160萬的底次 他只要25%左右的勝率 是可以支持他可以跟住 我相信如果A10同的話 他會比較傾向於跟住啦 那這邊我覺得他可能... 有點邊緣 如果少一點 假設是像只有50萬以內 只要補30幾萬的話 我覺得彈瑄會跟的比較輕鬆 這邊稍微多了一點 對 這裡可以看到 彈瑄自己 如果是對之前的Vogerson 做了一個跟住的話 又不會省事那麼多 也不會這麼糾結 也是蠻巧的 正好他有A10 後面兩位是H&AK 而且今天剛剛桌上那個 Brian Kenny一直在 跟Tony G有點小小的爭執吵架 那如果這一把 如果讓Tony G贏的話 我猜Brand Kenny會更氣 然後各位開始一直垃圾滑 呵呵 我看一下翻牌 還有一張Kate 喔 可是我們的Tony G有一個 銅花在一個卡順的機會喔 還是蠻危險的喔 還是蠻危險的 還是蠻危險的 27%左右的勝率 還是蠻危險的 因為我們剛剛看玩家好像都沒有拿到銅花 哇 這把進去GG 我們Kenny進去也沒辦法贏一下這個第一次 好 這裡在槍口的位置 我們的Brand Kenny是拿到了一手A5銅色 選擇加注進場 五萬五千的積分牌 可以看到在裝位的 玩家是拿到了一手A5銅色 當然這裡的花色是被壓制了 那對於前衛的open 那勾死銅花我覺得在button defense 是一個蠻正常的一個範圍 也不一定需要做一個3B 那彈軒好像有點想法 這個表情好像有點 在break之前 我知道有些玩家在break之前會做一些 特殊的動作 因為他會覺得說 啊 休息時間大家蓋牌率比較高 會想要做一些擠壓 好 彈軒 不負大家的縱望 選擇加注到 20萬 那我覺得會變成一個超大的一次 因為我相信這兩個玩家 應該都是會抵抗這一個 3B Brand Kenny 在 唯一他會擔心就是說 他不知道底Boss會不會選擇一個 慢打AAK 可以在 在button選擇的平跟 在裝備前面的平跟 那如果在這種狀況之下 照理說 一對一的話 嗯 Brand Kenny都會跟 那首先一對一是 對手比較簡單 只有一個 那如果再多人底次的話 會蓋掉我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底次會被弄得很大 那底次弄得很大的話 你每買一張牌 都會變得很貴 所以有時候當然會有很多人說 好多人打了 打了 有人打 然後五加根 那我拿一個什麼 25off 26off 再大忙 我要補錢 我要進去 因為賠率合適 賠率合適沒有錯 可是你只要翻牌 你並不是擊中了你的 天虎爐 天良 對什麼之類的話 基本上你要買下一張牌 因為七個人 六個人的底次 非常的大 變成是說 你要去花更多的錢去買 根本就買不動這樣子 絕對買不動 賠率合適沒有錯 所以問題是你後面沒有足夠錢去支撐那個賠率 就會變得不划算 而且像25這種牌 你進去哪怕是擊中兩隊 敵兩隊也不一定大 對啊 哪怕對手比如像A25這樣的面 你擊中兩隊 人家只是有一張A 但是會不會很容易反超的 然後開這個蠻不好的這個牌給 坦璇 可是我相信坦璇應該要試著做一個bluff 不然他是沒有機會的 我相信如果坦璇這邊做一個bluff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成功 是因為對手平跟的一些範圍 會有一些 可能9以下的對子 可能88776650之類的牌 那我覺得還是可以偷一發的 那坦璇選擇check的話 我覺得他如果在對手打了大 就只能放棄 那他如果看到對手check的話 也許他會在轉牌試著開槍 把這個底次拿下來 這個看來是沒得開槍了啦 因為畢竟這邊 他本身擠壓的範圍的 一個J的範圍本身就非常少了 那如果他有KKQQ的A AKAQ 他都不太會在這邊動作 甚至 除非他有Hcheck 可是他手上就是227off 他也沒有任何的blocker 所以 我相信坦璇這一把牌應該就是 任賠殺出了 因為他在翻前做了一個 櫃子之後 對手能摳下來 而且是發這個面 就是深深的擊中對手的範圍 我覺得Divose有可能會繼續check 讓對手來 有可能會繼續check 那也有可能會打一個非常小的柱馬 讓對手來犯錯 果然還是check了 那坦璇這邊會不會因為 他check的這個陷阱 然後在River跳出來自殺 也不說跳出來自殺 River跳出來 因為他 他其實擠壓這個牌 他其實蠻不好意思開牌的 我覺得會有這個影響 那這邊如果不跳出來打 他勢必要把他27開出來給大家看 那 再加上他不打不會贏 所以 坦璇有可能在這邊會選擇做一個投擊 可能是25萬30萬 16萬 果然還是開了一槍 因為這是他最後的機會 唯一的機會 因為你check是0% 你打一定是有%的 雖然這機會的確很渺茫 對手這裡不一定有一張勾去跟住 他甚至對手這裡有一定的K 有一定的 他現在只是期待把他的88以下的對子打蓋 對 他這個下注能打掉的 打掉的 哈哈哈哈 終於是把他直接27開出來了 結果他的10J也只選擇跟住沒有選擇Race 雖然打得非常的平穩 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在挑選你在flop選擇 炸虎的一些組合的時候 你要用哪些組合是最棒的 我的推薦是 相對於會選擇 優先選擇 帶後門刷 後門刷後門順的組合 本身 秀當VALUE比較低的一些牌 拿這些組合去做一些炸虎 這樣子在轉牌 得到了後門刷或者後門順的 繼續聽牌之後 可以開出第二牆繼續炸虎 即使得到跟住 在和牌也有很大概率 可以得到一個聽牌完成 那麼到時候在和牌出現花順面的時候 你的強勢的範圍 因為打的 前面的炸虎就打得比較像成牌 那麼到和牌你的聽牌到了之後 你再去下注 對手會大概率支付你 這和牌的裝位 Vorgasus選擇用K5雜色 加注到6萬5千 那麼又遭遇到了大王位的3bet Brickini Brickini 試用同樣的一手牌 不同的花色 進行了一個3bet加注到23萬 那是老老實實的只能蓋牌 因為手上的牌力實在是不支持 在這裡跟住 又或是對對手進行一個再加注的 4bet bluff 這個挑戰 4bet blu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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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el在槍口位 又拿到一手很強的牌 A勾砸色 加注6萬5千進場 這裏小盲位 拿到一手全K同色 非常好的遊戲番號的一手底牌 选择做了一个在家主 几乎是 all in了 这是一个二十个大忙不到的一个家主拳下 选择call 一个接近六四开的跑马 而且我们可以知道目前黑桃是没有什么大用了 因为在大忙位的玩家是盖掉了七八黑桃 没法 而且 Erik Sedell是有一张草花的保护 那么 是非常的难受了 那直接join dead了 那直接join dead了 我们的Fash 203 Bkita Badiskovsky 是淘汰在了 第十四名 Bkita 第十四名 好让我们回到牌桌 好,鏡頭給到我們的Deniton 在槍口的位置拿到了一手非常強的Pocket Knife Pocket Knife 一手口袋對酒 在二十多個大忙的情況下 應該是一個可以open call 一個騎士手牌 Fle the right way I will see So far 選擇做了一個六萬的加注 那我們的Deniton 在忙住也是有一個不錯的Jack Queen 那我剛剛跑去吃了點東西 Deniton原本的重碼不是蠻多的嗎 他是在慢慢的積累的一個籌碼 中間跟對手跑了一次馬 可以看到他果然是在大忙外 有一手非常好的勾圈雜測 進行了一個跟注 這個翻牌對 我的Deniton 並沒有說到非常好 兩位玩家都沒有紅桃 都沒有任何的紅桃保護 都沒有任何的紅桃保護 他們面對一個五萬五千的持續下注 沒有 這是一間雞尾的雞尾 雞尾 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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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並且Deverse雖然這裡是一個頂隊 但是他在轉牌 他在翻牌 在過牌跟注 他的範圍裡面其實是很多的紅桃 是的 甚至可以說紅桃的組合是比他的擊中組合要多的 那這邊Pukknife擊中了三條 我覺得是可以下注的 我覺得還是可以下注 那因為對手有紅心當然會更注 那 因為對手覺得對手有NAS 可能也不一定會選擇 O-1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還是會選擇下注這個轉牌 那當然被O-1的話我可能會蓋掉 那我覺得我會下注這個轉牌 希望可以Reverge來一個可以便宜的Check來修檔 那當然如果中了葫蘆的話我會繼續打 那我覺得這邊就是Check吧 可以直接修檔了 可以直接開牌 如果轉牌沒有打的話 合牌沒有補到攻隊 這裡的確是可以強行修檔的 這裡 其實攤牌價值也是蠻高的 也是足夠 如果強行拿一手這麼大的一手 攤牌價值的牌 做下注的話 哇 這裡 一個極限value 你好難得到 比自己弱的牌的跟注耶 好難喔 這裡雖然對手的確是比自己弱的牌 是啦 可是就這個bet有一點點 成牌轉bluff的感覺 也不算 我覺得他是想要valuebet 可是我覺得這個valuebet有一點堅困 我覺得這裡不太像是valuebet 我們待會賽後可以問一下 問一下Danny Tom 他這裡的考量 如果這裡是valuebet的話 他對對手的範圍也抓得太過窄了一點 他可能覺得對手抵抗一張jack 那不一定有這個 我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不太像bluff啊 因為他的牌已經有很好的攤牌價值啦 所以我覺得他是 我覺得這真的可能要問一下 好好問一下Danny天他這首在想 這一首 我覺得是一個價值下注 只不過有 哇極限價值下注 這個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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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屬於靈魂上的賭牌啦 他是如何確保 如果他這裡是價值下注的話 他是如何確保對手的範圍裡面 沒有一些小的花呢 這個也是我比較好奇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他是價值下注 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原因會是什麼 羅馬拼音跟他們 馬來西亞拼航有點落差 我們的Arigo Style open了一個pocket force 現在是六人桌 Sendale在槍口尾加注了一對四 八門前 可能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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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不會有 有些人玩的Poker 例如說 在Shanghai 或Beging 或Macao 或Macao 會花了更多 我會花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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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每天都開了500$ Caviar 或是可以 比賽 好 我們現在是一個Hands Up 一對一 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的大盲威玩家 是蓋掉了K6偷射 這把有點意思了 我們的Arigo Style 擊中了一個第三條 而我們的De Bros 有一個One Overcut 帶一個銅花 買銅花的機會 也會 打得非常的小 這手牌應該會經歷一定的戰鬥 有看這裏De Bros 會不會選擇這裏加住 不過我覺得他這裏 有位置的情況下 應該選擇跟住 跟住也是可以的 因為太便宜了嘛 而且他也有位置 可是看起來是不是要加住了呢 而且他的K High也是非常的 有 本身有一定的Showdown 本身有一定的碳牌價值 好 我們的 Eric Sadell 現在其實心裡已經 樂開了花 開心 大家看到對手 在拿大籌碼的時候 心裡已經樂開了花 如果是我的話 應該不是說我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這邊其實 因為這邊我相信 我相信 Eric Sadell 其實 用跟的或用3B的 其實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3B的話 我覺得大概打了60萬 轉牌就可以打完了 直接是3B到63萬 好 現在De Bros 現在是心裡非常難受了 我覺得 我覺得 D Bros在這邊 應該會直接蓋牌 價格太貴了 本身只要 8萬就可以買到轉牌 現在價格飆升到 自己烘台護價 飆升到了40萬現在 現在 本來是8萬買 30萬的一個價格 現在是40萬 買150萬的價格 不過他Race其實也算是 我覺得還OK 因為畢竟 畢竟這個479 會比較像是一個 跟住者的範圍 不錯 並且對手這裡 剛好有強牌的可能性 其實不高 他自己有一個 這麼強的一個 關聯度的情況下 他手上還有一張 紅心8 選擇繼續跟住 買一張40 那我覺得在 只能買這一張 對啊 那因為我猜 轉牌 Satel應該就會all in 轉牌出紅桃 怎麼辦 也是沒辦法 對也是沒有辦法 因為 已經 已經是打成這個樣子了 首先 對手也可能是有一定的 對手這裡還是有沒有兩隊的範圍 那這裡一張K 閃不掉 直接一個all in了應該 Dboss有沒有可能在這邊蓋掉呢 這張K雖然是看起來 讓Dboss的牌變強了 可是實際上 對於整體來說沒有太大的影響 對於整體來說沒有太大的影響 他是知道自己是落後的 而且應該要很清晰的知道自己是遠遠落後的 然後現在只剩下12名玩家 再三名就可以進入獎金圈 就讓他蓋掉的話還有110萬的手碼 也是有25bb 這裡應該真的是只能買一張 最極限最極限是買一張 甚至在翻牌直接蓋掉也是可以的 轉牌雖然看上去是加強了一張K的擊中 但面對對手這樣一個強勢的範圍 真的沒有任何的用處 這也是之前有跟觀眾聊到了 你在翻牌前玩一些比較不夠強的手牌 往往有時候會遭遇到一些比較艱困的狀況跟問題 好 Sidale打得非常的好耶 因為很多玩家在這裡會更傾向於 會更傾向於 會更傾向於在翻牌直接是call 然後check給對手 但check給對手之後 有很多經驗老道的選手就可能不會再打了 就直接check去看最後一張免費的盒牌 那這裡直接真的是 選擇call了 選擇跟住 那只有紅心可以 為他帶來收益 來看一下盒牌 一個82開的 一個82開的跑馬 也不是跑馬了 一個82開的盒牌 哇 哇 Sidale這把好慘 做了非常非常正確的決定 對啊他這把人打得非常好 再轉牌就把衝爆全部放進去 一個強力的Bad Beat 這就是撲克 這就是撲克 像Sidale這樣 經驗老道 並且 非常強大的選手 也沒有辦法去抗衡這樣子的一個波動 你好 反正 斜伴這次傳奇復刻的黑山系列好客賽 那現在我們廠商還剩下11名玩家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鄭...鄭成良嗎? 鄭成良他的籌碼是我們桌上最少的 所以我猜剛剛Danny也是因為這樣子 還沒進入淺圈想要憋一下 所以才把A5紅金直接蓋掉 他剛剛在拿到A5紅金的時候 站起來看了一下隔壁桌的籌碼 最後排 Cedios擊中了一個頂隊 頂隊也算蠻大的踢腳了 我覺得Brancanny這邊應該是兩發就會打完 Brancanny這裡是打了一個8萬5千 那我覺得Style沒有選擇3B在翻牌之前 我覺得他這邊很有可能會直接ALL IN 他選擇直接ALL IN了 那對手是要call的 因為這裡對手是一個買花 那其實不是說很多的籌碼 大概不到...大概只有9個大碼 所以這邊... 六四開 這邊還是選擇跟住 哦...轉牌 多了好多 還有32%的勝率 Brancanny又多了很多牌 多了...擊中的 啊...擊中了兩隊 RUNN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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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隊 對...RUNN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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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隊 那Style在這邊就...出局了 有點...可惜 在今天他原本是我們的第二的大籌碼 就這樣子出局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積分牌 排在第一位的是我們的Brancanny 擁有66個大碼 395萬的積分牌 排在第二位的Adol是擁有60個大碼 359萬的積分牌 我們的MN60有47個大碼 2815000的積分牌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獎金 賽事獎勵表 是一個非常豐厚的獎池 這場比賽的冠軍 可以拿到超過1100萬港幣的獎金 在這裡也是特別鳴謝一下 我們的官方合作夥伴 伊爾伯和PartyPokerLife Hijack會拿到一首X Queen 我們的Diverse在這裡是擁有260萬的籌碼 非常深 這是30-60萬吧? 嗯 對,40萬 對 。 選擇做了一個Mini-Race 我们的Brain Kenny是这里选择要去做一个三拜的炸虎 一手勾石杂色三百到三十九万一个三倍多的再加注 这是一个3.25倍的再加注 面对了一个4-bet的奥林娜她自己是一个轻易的盖牌 高手可以不断地在找到机会的时候去摸索 不停地去做一些三bet 那一旦遭遇抵抗也是可以轻松地盖牌 我们的Diverse现在是拿到了一手口袋队A 虽然是在最差的位置 但是已经拿到了最好的牌 而且她之前已经连续地开持多次 目前她的形象在桌上是比较的松 那我们这里的Brain Kenny是拿到了一手九十同色 这里会如何决策呢 选择跟住 哇 那这里Richard Young应该是要被抬走了 一手非常强非常强的手牌 在她的这个盲柱下 我们Richard Young现在应该是拥有十一个盲柱 在十一个盲柱的情况下是摸到了一对九 并且是在七人多 所以即使是面对枪口位的范围 依然是一个正EV的拳下 非常的正EV 我们Diverse现在在思考 他在演一眼之后应该还是会选择平靠 是 哎呀 如果你是想要选择all in的话 好像刚刚就没有必要思考那么久 他可能是考量了一下 还是不希望自己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把Brain Kenny带进来 去游戏一个三加的地池 虽然其中一加已经是all in 那他还好是在这里直接选择all in 在不立位置 他只有AA在这个面上 还是有一定的概率会被对手move掉 因为这个面对他发的非常的差 当然我们在底盘摊开的情况下 久久对AA是没有什么威胁性 但如果是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你未知底牌 这个排面 是对于Pocket Ace是不太好的一个排面 那我们的Richard Young是被淘汰在了第七名 得到奖金182万港币 即使是在没有 班前暴露自己的排力的情况下 你没有位置 还是很难在番后去索取到更多 你本应该得到的权益之外的外价值 他也是希望刚才我们Jason Kuhn的手排范围 是一个open之后call all in的范围 一对四在枪口位 一对四在枪口位 八个BB 我们的Vogerson就要出发了 看一下有没有遭遇到对手 庄位没有排 小盲位没有排 我们的Jason Kuhn是要call 一对六 非常的可惜 不是一个55开的跑马 我们这里的Vogerson 更希望看到对手是两高张扣上来的 OVERPAIR 是最最最 让他觉得困难的一手排了 这里 他最不希望面对的情况就是对手的OVERPAIR 一个巴尔开的跑马 一个巴尔开的跑马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奇迹发生 小盲位 一对三 在一场四 上一的四 转排可能是只有一张四 能够帮助他 没有任何的击中 也没有任何的后门 没有任何的后门顺的概念 转牌如果来一张红桃的话 就有一点希望 没有红桃 那么只有两张4了 一张黑桃4 一张方片4 看一看 能不能得到一个奇迹的发生 没有发出来 那我们的Christopher Ferguson是被淘汰在了第六名 被我们的确心控用更大的队子淘汰 两位短马现在是合体了 这场比赛还剩下五位玩家 也恭喜我们的Christopher Ferguson 是拿到了230万港币的奖金 在第六名出局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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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